大家好,我是云鹤 那么相有心生,一切皆在一掌中 那么我们这个首相啊 与人生的运程息息相关 可以说呢,每一条掌纹,每一条纹线 都是反映了我们人生中 每一个进程中,那么他的是非成败 所以啊,这个运势的高低欺负 完全反映在一个人的手掌中 所以呢,这个掌纹既然是关系到我们的人生的运程 那么我们啊,今天就重点看一下掌纹里边 那么有一条特殊的纹线,叫做横切线 我们呢,来一块分析一下 我们看这是一个呢,这个手掌 那么横切线呢,公民思义 它是一个呢,横短线 只不过呢,它的这个位置啊,比较重要 横短线 又叫横切线 那么这个横切线呢 它基本上代表的语义啊 不是说太理想 它应该是大部分呢,90%的 是一个呢 凶响纹,而不是呢,极响纹 所以我们要看它具体的这个公位啊 然后呢,我们再确定啊,它到底是鸡还是胸 那么首先我们看,有的说了 那么这个横,横切线呢 如果处现在这个小指,无名指下方 在这个位置 与这个一线感性线呢,基本上平行 那么这条线呢,叫做理财纹 这是非常好的,理财纹 代表了此人呢,酒精上的天赋 或者理财的能力,和其财富 那么如果呢,出现在了无名指下方的 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横短线 那么这个呢,叫天目线 也叫天目纹 代表了呢,地流感啊,非常强 那么呢,能够具有开启天眼的这种特殊的 啊,这种这个潜质 经过激发呀,可以呢,这个开发出来 也代表了呢,此人啊 这个,与神秘文化 知觉力,灵感力,朝强 那么如果这个横短线 处现在了土星球上 啊,这个位置 那么这条线呢 我们知道土星球 代表了一个人一生的运程 代表了一个人的志向 代表了一个人的想象力 那么我们就知道啊,这条线 它呢 应是个横切 啊,是个胸围 就说明呢,此人 啊,天生啊 这个,呃,怀疑一切 啊,天,天性呢 是多疑 就像滔滔一样 而且呢,总是没有安全感 因为呢,这个横切线已经把一个人的意志啊 把一个人的这个兴趣啊 这个情感全部给它 切断了 所以呢,缺乏安全感 不过呢,像这样的人 他的想象力啊,比较丰富 也说东方不亮,西方亮 那么如果 这条横切线 出现在了 这个金球球上 我们知道金球球呢 它代表了一个人的肠胃消化系统 如果是这个横切线多的话 那么就代表此人 消化啊,系统啊 容易出问题 比如说,胃肠炎啊 这个,千表情为炎等等 那么如果深刻的话 说明呢 代价上呢,金球球比较呢,低线 那就出现了 这个炎症比较厉害了 那么如果出现在了月球 我们看好多人呢 月球出现了一个横断线 甚至说多条 那么月球呢,我们知道啊 是代表了一个人的 情感 一情缘 浪漫 神秘等等 这一块的 如果出现了 那么横切线的话 也就代表了 此人 由于情感生活 而影响了正常的生活节奏 往往容易啊 失眠多梦 身际衰落 等等 甚至说呢 容易感情用事 那么一不小心啊 就容易啊 上脏出骗 人才两空 所以呢 在月球上出现了这个横断线 一定要注意呢 要慎重 不能呢 这个感情用事 同时呢 这个月球啊 出现了这个横断线 那么在人生中啊 也要注意啊 不能够啊 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呢 也是一个解财心 也容易要解财 所以说呢 在财富上 也要注意呢 把控好 那么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总之吧 这个项目读论 我们呢 要综合的进行分析 好 今天呢 我们啊 就分享到这里 那么有首相面相 或人生一层 困惑的朋友呢 欢迎自己交流 谢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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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